来关系的是来自地震中心的消息 其实今天上午呢总共发生的是三起地震 分别在早上的8点18分 当时在高雄甲仙发的是规模6.4 它的深度只有5公里的浅层地震 但立刻我们看到在8.24分同样在高雄 这规模4.8的地震 那么同一时刻呢再过几分钟 高雄的甲仙就再度发生了3.8的地震 记者任乙方有来自气象局最新的消息 好 请问各位观众8点18分南台湾朋友 已经感受到地牛翻身的威力 而正央就在甲仙乡 发生6.4规模的油感地震 这一次的能量相当于两颗原子弹的力量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油感地震呢 是属于浅层地震 深度只有5公里 所以因此其实全台都有感受到这一次的地震威力 那包含呢其实地震中心这一次有表示 这一次的这个地震的断层带呢 其实呢是属于所谓的破碎断层带 也就是所谓未知数的盲断层 我们来听听地震中心说法 过去有7次发生那个7起那个规模5点几的这个地震 但是这一次是最大的 这是唯一一个超过那个规模6的地震 但是过去曾经有7个规模5点几的这个地震 在这个镇央附近的这个30公里的这个范围内 所以可以说算是罕见或少见的现象 对就是说是算是比较比较不常见 还是说附近有一些盲断层之类的 对对那个其实这个地震它就是在潮州断层的东边 8公里的这个一个位置 所以所以那个但是我们现在在那个地质图上面 并没有看到这边有画什么那个活动断层 所以所以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地质的这个一个一个破碎带 好电视中心有表示这次假仙发生6.4规模的地震 也是今年开春以来的第一起规模比较大的地震 那么此外呢其实在这个8点18分一直到现在 全台总共发生了64次渔震 其中有5次有感地震 那么除了主震是6.4的规模之外 第二次渔震是4.8 第三次渔震是3.8 那么至于在全台目前这一次主震的部分呢 光是台南跟嘉义就有6级的规模 屏东高雄也有5级 那么至于这一次地震呢 电中心也表示很有可能是未知数的盲断层 那么至于未来的渔震是否还会造成灾情 电中心说机会比较小 那么至于未来呢还有什么样的发展持续更新 以上目前是最近状况主播 好这次我们掌握到有关于地震最新的消息